北女校花蔡瑞雪长相甜美 她日前也到韩国去参加这个选秀节目 而艺名也曝光了叫Snow Baby 不过呢这个艺名也受到两极化的评论 因为有些网友就认为说 为什么你不用本名啊 而且Snow Baby念起来 好像是这个冰雪奇缘里面的雪宝哦 圆圆大眼甜美清秀脸庞 台湾女孩蔡瑞雪 竟然出现在韩国选秀节目偶像学校中 即将进军韩国演艺圈 节目的官方脸书网站也放出多张美照 穿着水手服百折裙展现青春洋艺气息 不过仔细看 她的韩文介绍名字似乎有点长 翻成中文竟然是英译的Snow Baby 不是以本人蔡瑞雪的名字参赛 这也让台湾网友掀起一阵讨论 有人觉得为什么不以本名出道 像是同样是参赛出道的周子瑜和赖冠林 都是以本名参赛 蔡瑞雪被质疑难道本名不能见人吗 还有网友大稿创意直接贴图表示 莫非中文是雪宝 还说韩国人看了这个名字 应该觉得很蠢吧 网路上比赞不断 但也有人选择支持 期待她成为第二个周子瑜 其实蔡瑞雪在自己的影音平台上 账号就叫做Snow Baby 当初因为穿韩服在网路上爆红 被南韩知名网站报导 红回台湾 这次参赛所用的名字 到底是制作单位决定 还是蔡瑞雪本人意愿 目前不得知 只是没想到会引起两极评论 TVB新闻林委华林局会综合报导